4月5日,Beepan通过Still Life横扫国内外榜单 展现了一如既往的因缘力量 截至目前,安威在YouTube上的观看量已经超过了1900万 时隔4年的久违回归,也引起了粉丝们的青春怀念 此次的歌曲风格与以往不同 竖琴曲风,多少让粉丝感到一些伤感 让许多VIP们猜测,难道是在告别 乐趣Still Life的韩文歌名是《春夏秋冬》 安威已呼应主题 以4个成员代表着春夏秋冬4个季节 MV中不难找到关于4的场面和情境 如4个季节,4个花朵,4把椅子 似乎都在暗示4人为一体的心情 但是整个MV里都没有4个人同框出现的画面 不过这也呼应歌名,因为4季终不会相遇 粉丝破坊表示,这是要分开的意思嘛 新歌由全智龙和Top共同创作 在Top的歌词中,不能看出告别的心意 4月5日晚间,Top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动态 宣布于YG娱乐的告别 也表示自己,正面对人生重要的转折 期待以全新形象和理念与大家再相聚的一天 MV中不少物件都以4外带出主题 如其中一幕的4张椅子 就是期待4人再相聚的意境 不过有网友就发现MV中另外曾出现 拥有JDragon全名全智龙的导音椅 因此解读为4加1 所以4个人始终都没有忘记推队胜利 虽然5人永不会再合体 但昔日的兄弟情仿如在心中 MV最后画面由彩色变成黑白 像是无声的和之前的Bitband告别 因为那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过去 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Bitband 都是VIP们青春的回忆 但无论如何正如歌名一样 Still Love 作为粉丝只有默默守护 期待他们的新发展吧 爱的韩社 爱的解释我最下语 换点赞和订阅哦